还有说话 因为我的年龄比较大了 很年轻人比起来 我的时间也不多了 我也非常 影响出家的念头 这样的念头 是不是不好 实际上出家有两种 一种是 生出家 当然最好是 生出家 新出家 还有一种呢 生不出家 新出家 那么有条件的话 如果以后有条件的话呢 就生出家更干净一点 因为有戒律嘛 那个戒律更严格 你看他们那些法师 戒律比我们普通的居室 要严格很多 所以他们也是非常非常努力的 如果 如果有条件的话 以后可以生出家 新出家 如果现在条件还不成熟 就算在家中 也要新出家 完全像出家人一样守戒 完全像出家人一样 好好地学 你这样的话 你一定会成功的 你相信师父 我也好 相信师父 说什么师父 好吧 我说你相信师父 只要按照出家人的这种戒律 和精进 和忍辱 和这种负重这种心 和般若智慧这种心 来好好地修 你一定会 一定会以后到西方极乐世界 或者到我们的心灵净土的 因为我们心灵净土 就在西方极乐世界边上 都可以去的 明白吗 明白 师父 让师父 到时候 对我 对我 刻我一把 让我上去 你放心 他有个师父 放心 我告诉你 师父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现在 在过去 就是 大概在去年吧 走的之前 他不停地叫叫叫 结果师父也去了 师父去送他 结果 把他就推上去了 所以有时候 我虽然不在你们身边 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 修得好 你请观世音菩萨 有时候师父就会过来 祝援 就把你推上去 所以你根本用不到担心 你走的时候 是不是师父在身边 因为 法身可以过来 任何 那种高升大的 只要他是 正能量的 他都有法身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打赢师父 还有 我 不 什么 我